我们的偶像牛的花老师 你喜不喜欢在它用小米做的麻辣锅巴呢 小米锅巴麻辣酥脆 特别好吃的休闲小零食 我们先把小米这样清洗干净 再加入一个指节那么多的水 上笼蒸20分钟 蒸好的小米倒在这个大碗里面 我们加一勺盐 一勺五香粉 还有一勺花椒面 再来打一个正经的母鸡蛋 这样把它搅均匀 再加一勺土豆淀粉 两勺面粉 我们把它搅均匀 像火面一样我们这样不停的搓肉 把它搓肉光滑 我们再来把肉好的小米面团 用干面杖这样子按压把它干平 要撒上一些面粉它才不得粘手 这样尽量把它干薄一些 这样干成一张厚薄均匀的大饼皮 我们再用刀叉给它插上一些小孔 接着我们再用刀这样子把它改成小的正方块 切好了我们来切锅烧油 油温烧到10-5成 先下一块锅吧 它很快就浮起来了油温就可以了 下入锅吧先把它炸定型 炸定型了吧 我们先把它捞起来 等油温回升到流到7层再浮炸 这一步也是锅巴酥脆的关键 油温回升到这样流到7层 再下入锅巴浮炸 要把它炸到酥脆 颜色金黄 也要注意火候 不要把它炸糊了 这样炮起来声音比较脆了 颜色也比较金黄了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把它搂起来了 搂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撒上一些麻辣酸 直接吃也是非常好吃的 喜欢的朋友 记得收藏起来试一下 麻烦大家跟陈小处一个点赞支持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